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军国主义拉开了又一次武装侵略中国的序幕 其实日军早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 就逐步确立了对外扩张的政策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874年 日本就派兵侵略了中国台湾 迈出了无力侵华的第一步 最后在1984年 日本海军又和清朝的北洋水师 在黄海海面展开了一场大战 期间他们在甲午海战中疯狂拼杀 而清政府这边连战连败 被迫和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中国这边不但是割让了多个岛屿 而且还赔了日本两亿两白银 随即日本凭借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 在20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革命 成为了亚洲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也开始越发膨胀起来 因为当初那两亿两白银 远远超过了日本整个军民收入的五倍 所以他们国内就开始了疯狂的发展 特别是军事方面 由于日本地势四处环海 国土面积小 资源十分匮乏 而他们当时又正好向工业化转型 经济发展迅速 而旁边的中国却依旧闭关锁国 是处于落后的农业大国 这让日本意识到时机来了 1904年到1905年间 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 结果日本从俄国人手中 夺走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 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 以及以保护铁路为名的驻兵权 最后日本在东北设立了三个办事处 其实这就是日本在为以后 清华战争所做的准备 日本的清华阴谋与铁路密不可分 从1905年开始 日本军国主义就以铁路为依托 陆续派兵到中国长春到旅顺的铁路沿线 而设在大连的办事处 名义上是管理铁路的机关 实际上真正的作用 是日本的一个军事情报机构 到了1931年 日本在东北铁路的附属地 面积惊人达到了482平方公里 这些地方也就成为了日本进行军事扩张的基地 到了九一巴士变前夕 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 驻扎了两万多人的精锐部队 九一巴士变时 金战沈阳的日军其实就是这些人 他们从1922年到1931年 在东北地区进行了301次演习 其中1931年7月份就有近30次 以至于日军在九一巴真的动手时 沈阳老百姓还以为 这不过又是日军的一次军事演习 老百姓不知道 蒋介石能不知道吗 蒋介石这边 其实早已知道日军要向东三省发起进攻 但是也早下令命国军不准抵抗 1931年8月16日 正在忙着围剿红军的蒋介石 给在北京的张学良发去了电报 电文是这样的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视 国方应不予抵抗 尽量避免冲突 千万不要乘一时之分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蒋介石在国难之际 将希望交给了当时的国联 但动脑子想想 靠国联解决问题真的可行吗 国联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也就是1920年1月10日 当时的常任理事国有 英法德义日五国 而中国并非常任理事国 所以说国联的本质非常明显 它不可能对同伙去进行非常有利的谴责 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 导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胆量 愈加膨胀 而这时 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正住在北京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 命令全军不做任何抵抗 1931年9月18日 晚上10点20分左右 日军驻胡适台三中队的河本墨首中尉 帅七名日军的工兵装扮成中国的铁路工人 随即来到距离北大本营800米的南满铁路六条湖段 他们先用少量的炸药炸毁了一段路轨 然后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军装 接着开枪把他们打死 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可以说炸铁路就是个信号 日军其实早已在事先准备好了 他们提前已经派兵来到了沈阳周围 听到爆炸声后 早就准备好的日军 对南西北各个方向对北大本营发起了进攻 到了凌晨 攻打北大本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 与此同时 日军步兵第29连队的1000多人 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 他们准备快速攻下东三省的兵工场和飞机场 从此次计划我们可以看出 日军早都计划好了 其实他们从1927到1928年就开始准备新华战争了 而日军首先攻击的北大营 国军这边因为有蒋介石的不准抵抗政策 却让当地的士兵不敢轻举妄动 随即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 这时张学良紧急联系南京政府 但一晚上几十次的告级电报均没有得到回复 最终只能按照蒋介石以前的指示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 这样的命令无疑帮了日军的大忙 其实在进攻之前日军并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 因为驻扎在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有八千多人 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最多也不过六百人 在人数上北大营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面对进攻的日军很多战斗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就被日军用机枪早射死在床上 而国军这边一直给上级打电话 可就是不让打 时间来到1931年9月19日凌晨 日军最高统帅本庄桓下达了两万日本关东军 全线攻期东北的命令 凌晨三点 本庄桓带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 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把关东军的司令部迁往沈阳 他们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占领东北 随后再一步步的向前进行侵略 而这时 从沈阳城赶回北大营的六二团团长王铁汉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 掩护北大营幸存的官兵撤退 凌晨五点 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大营 而这时 日军其他部队分三路开始进攻沈阳城 沈阳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 内城城方形 边长一千二百米 外城城椭圆形 周长十六公里 日军经过多次的模拟演习 他们每个士兵都已经把进攻的路线 记得一清二楚 并且 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帮助下 日军长须植入 没多久 中国的重镇沈阳就沦陷了 日军在进攻沈阳城时 慌忙的东北军官却接到了国民政府这样一份电保 允许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进行军事演习 但面对日军千万不要妄动 以免误会 切记此令 到了这一刻 国民党军依旧采取绥靖政策 而日军从九一八发起进攻 全程不超过十二小时 一直到九月十九日的中午 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沈阳 在此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抵抗 对于东北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九一八事变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了 攻进沈阳城的日军大肆烧杀抢掠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随时都会来到街道上 拿刺刀捅死中国人 这种事非常常见 不仅如此 日军在东北随时都会抓中国人 抓走之后就再也没有阴性 而国军这边由于没来得及转移 东北当局的官方财产 被日军抢走了十七亿银元 当时号称全国最强大的 东北边防军空军的基地 一架也没来得及起飞 二百六十二架飞机 全部都落入到了日军手中 全国最大的 让张学良引以为傲的兵工厂 几乎最先进的轻重常规武器 全被日军抢走 各种火炮三千多门 各列枪支十二多万支 本来这些武器都是用来抵抗侵略者的 现在却全部拱手送给了侵略者 到了1931年9月19日 天渐渐的亮了 而东北的长春 银口 丹东 已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当地的百姓一笑醒来走在街上 到处的日本告示贴在了大街小巷 内容却写着中国军队率先挑衅 日本军队被迫还击的弥天大谎 而告示的背后 很明显印着日本关东军本庄樊的大印 而此时的本庄樊 却还在吕顺到沈阳的列车上 很明显 这个告示也是提前写好的 按道理来说 这个告示的印章 应该在沈阳由本庄樊亲自来盖 但此时的本庄樊 根本不在沈阳 而是在吕顺 在日军枪声响起的时候 工作在东北的共产党人 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爱国之情 把日本人的这些侵略真相 全部揭露了出来 并且号召人民站起来 抗击日军的侵略 这一行为让日军意识到 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他们侵略 中国最危险的对手 他们恐惧的不是共产党的强大 而是共产主义巨大的潜能 自918事变后的14年当中 中国共产党秉持着民族大义 担负起了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其间建立起了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携手抵抗侵略者 最终将日军赶出了中国 中国军队在这场 挽救民族威王的伟大斗争中 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 围军118万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 中国军共伤亡3500万人 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亿美元 而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我们一起查案点赞 向那些逝去的英烈们致敬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无见不散